巨蟹座的朋友 在今次農曆十一月 伴隨著射手座的新月 要注意些什麼呢? 其實要注意 不要那麼容易付出那麼多給人 無論是 你的感情上 還是 你要去幫朋友 去做一些事 去做義工 甚至是熱心公益 不是教大家不幫人 不是教大家自私 但是 當你要去散一些光 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的光 都不夠自己去 暖自己 你還會有精力 去散光給其他人 而且經常都說 休息是為了走近遠的路 所以現在 叫你要很保護自己 我又不是叫你完全不散 但是保護自己 其實是為了自己 去保護更多的能力 就是給將來使用 對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 新月的同時 其實 月亮是在射手座的四度 今次的新月 日月相合在四度 附近我們有一個行星的影響 永恆的行 不是走路 即是我們在古典 我們是叫Fixed Star 並不是我們一般說的那些金屋水波土星 不是Planets 是的 受到的影響 其實就是說 很多時候你會有一些 你的一些想法 是不容易被大家認同的 所以其實 在你去付出 去奉獻給很多其他人的時候 但原來很多時候 你的方式 或者你本身的理念 都和大家格格不入 所以其實 這裡 就會更加 令到你容易感覺到氣餒 我當 大家最近去做一個project 你覺得 大家都是為這個project好 大家都是奉獻給這個project 但別人的approach是快的 你就是想慢的 然後大家就會去反對你 然後大家都知道巨蟹 其實容易玻璃心 那你就會 若小心靈就受到傷害了 我都是想為了這件事好 我都是想來幫忙的 我是付出的一份子 為什麼大家還會說我不好這樣呢 是的 所以為什麼 回歸塔羅的主題 也都加上我們看了那個聲像 就是說 在你去散一些東西出去給別人的之前 麻煩你要自己在心裏 做個好好的打底